风暴阴影狂击俄战略雷达基地 为F-16开辟作战条件 远程导弹或配备 打不动了 俄军削弱乌军防御未奏效 布林肯突访基辅 最新一轮援助又来了 目前国际局势动荡不安 网络世界同样暗流涌动 骇客横行 今天宇童就给大家介绍一款 非常实用的上网利器 NordVPN 有人问我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免费VPN 为何要花钱用NordVPN呢 大家可能都知道 很多免费VPN连线速度慢 缺乏隐私 功能有限 并限制数据量上限 免费VPN还可能会追踪 用户的浏览网站 购物历史 上网时间等数据 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 就将这些数据 卖给广告商获利 接下来 用户可能就会遭到广告轰炸 更甚者可能被恶意软体入侵 而使用NordVPN 一切就不同了 他们采用顶级加密技术 隐藏你的IP地址 加密数据流量 让您放心上网 同时 NordVPN还极度保护用户隐私 保证不会存取你的网络数据 NordVPN在111国已拥有6334台超高速伺服器 让您跨区追剧 看片 打游戏 丝毫无卡顿 现在只需订阅一个NordVPN账户 就可在10个设备上同时使用 订阅两年方案 还将获取独家优惠和额外4个月服务 外加30天退款保证 绝无风险 还犹豫什么呢 现在就点击视频下方 描述栏和字顶留言中的专属购买链接 并输入专属优惠码War Room订购吧 记住 专属优惠码War Room 聚焦战场动态 剖析地人争端 欢迎收看新冷战情事 我是宇童 今天是2024年5月15日 俄乌战争进入第812天 当地时间5月13日早上6点左右 位于克里米亚南部 爱佩特里山的秘密军事基地 遭到了乌克兰的导弹问候 这次袭击 预示着战场局势正在迅速变化 这里是克里米亚最大的雷达基地 一个多种雷达组成的复合侦测基地 该处部署了苏治奥伯罗纳 阿尔泰和格拉里查M雷达综合体 以及乌克兰36DS-6 2014年俄罗斯强占克里米亚后 专门组建了俄罗斯空军第三无线电特种团 也被称为85683部队 虽然这里有秘密的雷达系统 但可能早上还没睡醒 根本没有探测到乌克兰发射的风暴阴影 因此基地惨遭袭击 指挥官亚历山大库拉科夫 和另一名俄军军官在导弹袭击中上升 另外一些数量不祥的士兵当场上命 这次精确打击行动 再次展示了乌军在高科技武器运用上的优势 可见俄军拦截ATA CMS导弹 可能相对容易 但对风暴阴影目前还无计可施 而且现在最大的雷达基地 原本是给俄军的防空系统提供预警的中枢神经已被打瞎了 外界质疑 克里米亚对俄军还有什么意义 这次袭击也让俄罗斯更为担心 克里米亚大桥作为一直以来主要的物资补给线路 未来还能否存在 有卫星图像显示 俄罗斯已经开始使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被占领地区的陆路运送物资 显然是怕了 我们还可以看到 最近一段时间 乌克兰频繁使用风暴阴影和ATA CMS导弹攻击俄军雷达 试图制造盲区 这么做的原因很明确 是为即将到来的F-16战斗机创造更有力的作战条件 据英国标准晚报5月10日的报道 乌克兰将在几周内接收第一批F-16战斗机 丹麦、荷兰、挪威和比利时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至少65架经过升级的F-16战机 这些战机将配备空空导弹和空地导弹 5月13日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确认 丹麦的第一批F-16战斗机将在一个月内抵达乌克兰 总共将移交19架 外界推测随着爱国者防空系统和F-16战机的陆续到位 俄军投资华翔炸弹的能力将被大大抑制 局势会有很大转变 美国前副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还表示 乌克兰将在今年夏天收到新型远程武器 如果这款远程武器类似于美国空射AGM-158远程巡航导弹 那就完美了 因为F-16在乌军手中能发挥什么样的威力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给乌克兰制备什么弹药 如果美国提供的是高达1000公里的真程型AGM-158 那就意味着拜登完全解禁了美国武器 不许攻击俄罗斯本土的要求 对此战争研究所ISW发布战场地形图 并呼吁美国开放禁令 ISW认为 美国的禁令好是给俄罗斯提供一个天然的庇护区 保护了大批俄军 使得他们可以从容的集结和调拨物资 如果乌军捣毁这个庇护区 就能迫使俄军重新配置其后方资源区和后勤节点 从而削弱其整体的后勤保障能力 使其面临更大的压力 而且只要美国解除部分限制 就能使乌军有效抵御一触即发的作战攻击 再来关注下前线战场的消息 乌克兰国防部情报局负责人布达诺夫表示 俄军近期将对苏美地区发起新的一轮进攻 由目前掌握的信息显示 那里的俄军数量并不多 威胁不大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表示 俄罗斯正在派遣部队 在对苏美州和切尔尼戈夫州发动袭击 俄军的行动看似来势汹汹 但实际上反映出 他们在乌东及其他战线上进展不力 因此试图通过在北方开辟新战线来吸引乌军力量 以缓解其战线的压力 然而这种战略的有效窗口期将非常短暂 随着国际援助不断到达乌克兰 并且由于乌克兰会动员更多人员 俄罗斯的这一机会窗口将在未来两个月内迅速关闭 目前乌克兰东北部苏美州州长已经下令 疏散靠近俄罗斯库尔斯克州边境的沃罗日巴和比洛皮利亚两个城镇的居民 原因是这几天的跨境炮击显著增加 俄军可能很快进入该地区 在哈尔科夫边境的沃夫昌斯克区域 俄军继续向乌军阵地组织进攻 这里的情况变得和巴赫木特类似 俄军正在炮击整座城区 几乎摧毁了所有的民用基础设施 沃夫昌斯克延然成了绞肉厂 战斗最激烈是在西北方的肉联厂及周边区域 目前坚守此地的有乌军第57机械化旅 海妖特种作战营 此外俄罗斯志愿军团也在积极参与作战 好消息 哈尔科夫卫戍部队负责人表示 沃夫昌斯克已经处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控制之下 局势稳定并得到控制 另外日前有超过3万名俄罗斯士兵 正在向哈尔科夫地区北部推进 并继续要向哈尔科夫东北部推进 乌方消息人士证实 赫利伯克和卢基安齐两阵被占领 俄军在巩固战线的同时 还在占领地上建立后备阵地 布达诺夫指出 哈尔科夫方向的战斗预计还要持续数天 他认为乌军有能力将俄军击退 并收复被占领土 还有分析指出 现在的俄军无疑是拉长了战线 但同时也拉长了自己的补给线 2022年俄罗斯就是因此而失败的 这次在哈尔科夫很可能重蹈覆辙 而且前线战斗激烈 俄军想要进一步推进 就要付出巨大代价 鉴于俄军拥有的人数优势 不排除他们会进一步向前推进 但乌克兰能以空间换时间 等待更多援助到达 同时给俄军造成巨大损失 乌克兰第五独立突击旅第二突击营副营长对外表示 哈尔科夫的战事升级 对俄罗斯在乌克兰东线至恰西夫亚尔市地区的行动帮助不大 因为俄罗斯人没有足够的资源来突破乌克兰的防御 目前乌军有足够的弹药来阻止俄军的进攻 而且还可以用无人机的高质量作战弥补不足 他还指出在恰索夫亚尔方向 俄欧双方正在僵持 局势没有什么变化 据悉 俄军在航空炸弹和火炮的掩护下 出动装甲车沿着0506公路对卡纳尔的乌军阵地发起了多次猛烈进攻 乌军则在阵地上利用反坦克武器和FPV无人机进行防御 成功击退了俄军的多次攻势 在北侧的巴赫丹尼夫区域 双方在村庄西南部爆发了小规模交火 但战线并没有发生变化 与此同时在0504公路周边区域 没有发现俄军的大规模行动 隶属于乌克兰陆军司令部的第225突击营 14日发布报告称 目前恰索夫亚尔没有俄军驻扎 不过俄军试图派遣步兵小队驾驶全地形车和摩托车 用这种小规模的移动来寻找城市防御的薄弱环节 并希望以此来抵御复杂的地形问题和战况 此外俄军还采用了轮换措施 以保持军队的战斗力 乌克兰的攻击小组则利用空头和FPV无人机 对俄军进行了精准打击 热忱向无人机搜索俄军及其装备的效果很棒 有效抵制了俄军的推进 当地时间5月14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突访乌克兰 据悉双方将讨论在美国的援助下 如何加强乌克兰武装部队的防御 并使他们能够在战场上越来越主动 以及落实美国对乌克兰安全和经济复苏的长期承诺 布林肯表示 希望通过此次访问 向正在经受苦难的乌克兰人民发出支持的信号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在5月1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很快美国即将再向乌克兰提供新的一揽子军事援助 他没有透露这次援助中将包含哪些武器 但五角大楼表示 他们将准备迅速向乌克兰运送必要的所有武器 包括ATA CMS导弹 火炮 反坦克武器等 外界认为 可以参考前几天白宫宣布的援助计划书 其中包括用于爱国者和独次防空系统的导弹 布拉德利战车和MRAP 标枪系统等武器 这些武器主要将用于东线防御 哈尔科夫也需要类似武器 值得关注的是 德国驻乌克兰大使耶格尔表示 另一套IRIST防空系统将于5月抵达乌克兰 德国还想向乌克兰承诺 今年明年和2026年 德国将提供更多类似系统 帮助乌克兰扩大防空能力 好 今天的新冷战情势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